抢劫杀人 现场确实有翻动的痕迹 王家的财物呢 也有丢失 王家小儿子刚买的一块手表 就没了 但没听说过 杀了别人全家八口以后 再去抢劫的呀 抢劫呢 最多坐牢 而杀人是要偿命的 更别说杀了八口人 除非疯子和杀人流川犯 才会这么做 根据走访村民 王家呀 也在村内属于中等人家 同富裕呢 不沾边 为了抢劫王家区区的财物 一口气杀死八个人 这不符合逻辑 那你要说是强奸杀人 所谓穷生盗 奸生杀 由于变态性欲杀人的强奸案件 倒也不少见 死者中呢 除了二十四岁的王家女儿王小英外 还有三十岁的王家大儿媳 共有啊 两个年轻的妇女 会不会是有什么歹徒 看上了王家的女人 一不做 二不休 杀死男人以后 再强奸妇女呢 这似乎也不像 两个年轻的女受害人呢 都没有被强奸的痕迹 一口呢 都是完好无损的 况且 就算强奸杀人 也没听说过 闯入别人家 大开杀戒 然后再强奸的呀 就算电影也不敢这么拍呀 如果歹徒 真的看上了王家的女人 应该等他们单独外出的时候再下手 王家村呢 地处玉西山区 比较闭塞 到处啊 都是山地 小路上 经常走几十分钟 都遇不到人 显然 歹徒如果只是为了女色 不可能这样 入室胡乱杀人作案 这说不通 以上这三个说法呀 都说不通 那么案件 到底是什么性质呢 现在呀 真的不好确定 警方开始排查王家的社会关系 发现了一些 勉强算是线索的东西 首先呀 最初报警的赵建国 存在一定的嫌疑 根据王有才介绍 赵建国呢 此人心胸狭窄 同妻子王小英 有一定的夫妻矛盾 面对刑警老张 王有才呀 是这么说的 赵建国这个人呢 是我唐之女婿 这个人啊 太小心眼 很难相处 我之前喝酒 听王家老汉说呀 他们小两口 刚结婚不到三个月 就打过一下 赵建国的头啊 都被打破了 原因呢 是王九英 曾经去大城市打工过几年 传过呀 曾经交过男朋友 而赵建国呢 促性大 虽然结婚当晚呀 发现媳妇是处女 但心里仍然不得劲 怀疑媳妇和别的男人 有过亲密接触 我曾经开头她 我说城里的男女谈恋爱呀 搂搂抱抱 亲亲嘴很正常 况且小英这闺女老实 我看不会做这些事的 你别瞎疑心 那她怎么样 她就是不听啊 还说 这就像肉包子 虽没被吃 但被别人舔过 这不是恶心我 就为了这点没边儿的事情 赵建国呀 和王小英吵过几下 这边呢 王小英也不满意 赵建国和他谈恋爱的时候 资称家里有钱 盖了新房 还买了拖拉机搞运输 结果嫁过去以后 发现新王和拖拉机 都是赵家借钱买的 这不就是骗人吗 因两家呀 都发了喜帖 婚事也就不能改了 王家呢 就忍气吞声的 嫁了女儿 可是没想到 结婚当天 赵建国他哥哥 赵建军为了省钱 把婚宴呢 搞得非常寒酸 王家人觉得 亲戚面前 大大的丢了脸 曾经啊 和赵建军当众大吵 还险些打起来 就赵建国家那个穷样啊 王小英认为 自己嫁过去是黄话大闺女 赵家呀 已经赚大了 现在丈夫还整天借着谈恋爱的事情搞事 王小英认为 这等于是无理取闹 所以啊 王小英也不让人和丈夫打过一架 把丈夫的头啊都打破了 他也同大伯赵建军吵过几次 关系闹得不是很好 根据王有才的介绍 赵建国呢 确实有些嫌疑 确实有些嫌疑 因夫妻矛盾杀人的案件 占乡下杀人案的相当一部分 怀疑妻子不忠 怀疑丈夫养女人 或者其他矛盾 导致动刀 下毒搞出人命的 并不稀奇 赵建国呢 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而且发现情况有异常 并没有啊 力气进去 而是去找邻居的王有才 其实王家的大门虽然有所 一脚啊 也就踢开 正常来说 发现老婆可能出事 丈夫都是第一时间破门而入 而赵建国呢 却慢悠悠地跑去找人 此举啊 倒是向找一个见证人 证明他不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 刑警老张呢 立即对赵建国进行调查 然而 赵建国的嫌疑 很快就被排除了 根据赵家村村民的介绍 赵建国呀 虽然小心眼 也同老婆打过架 但对媳妇王小英 还是颇为爱护的 平时啊 赵建国开拖拉机 在镇上打工 每次回家都给媳妇买很多东西 那次打架 主要是赵建国酒后回家和媳妇争吵 一时动手啊 打了媳妇尔光 后来呀 就没再打了 反而呢 被王小英用砖头砸破了头 他还没还手 两人呢 只打过这一次 就再也没动过手 老爹 老爹 刚结婚也不能这样啊 别把身体搞坏了啊 每个星期 还是要休息几天的 污染铁打的小伙 也吃不消的啊 我看你这半年 明前瘦了一圈啊 然而呢 以上的劝规 根本没有用 其实这种事啊 神仙也劝不住 所以呢 赵建国 虽和媳妇王小英 有些矛盾 不过呀 都是鸡毛蒜皮的夫妻小事 算不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 赵建国并没有作案时间 根据现场分析 案发在前一天晚上的 大概十一点多钟 妻子回了娘家 当天晚上 赵建国找了几个邻居 在家搓麻将 一直啊 玩到凌晨十二点多才散场 从赵家村到王家村 步行还要四十多分钟 赵建国没有作案时间 在调查赵建国的期间 刑警老张却发现 他的哥哥赵建军的嫌疑 似乎更大 赵建军和弟弟 一样都是心胸狭窄的人 在村里啊 人际关系不是很好 因为他非常会记仇 赵家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家里呢 就是大哥赵建军说了算 这次娶媳妇 骗王家就是他的主意 为此 王家老汉和王小英 几次当众辱骂过赵建军 赵家村的村民认为 以赵建军的性格 他一定会恨之入骨 想方设法的报复 他一定会记得了 这次娶妇